大家好,我們先來看《紐西蘭房產報報》第104集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時間跑出來呢? 5點13分 其實應該我們是在一般是禮拜二的7點 那為什麼今天趕到這個時間呢? 是因為 最主要是等到那個 紐西蘭的央行宣布他最新的消息 這個是大家也知道的 那我們就在這邊104集 我們直接做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市場的一個review 加上回答一些觀眾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值得去考量的 因為現在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紐西蘭房產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來從頭開始講 OK好,我們在28號的時候呢 已經紐西蘭央行決定了 那現金利率呢還是維持在5.5的部分 還是維持在5.5的部分 那就不深的 不深 那也不降 也不降 那因為從整體的趨勢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目前紐西蘭的 經濟的情況其實是有點沒力的 這是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這個事情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紐西蘭目前 澳克蘭最繁華的這個 這個New Market的部分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零售店 其實已經都關門的狀態 那當然呢 整條這麼忙碌的街上 至少都有十幾家 是屬於帶租的狀態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 因為其實 這代表整體的消費的一個情況 其實已經沒有想像得中 這麼的這麼的美好 這麼的完整 所以說 那個以目前的情況看起來 我們這個通貨膨脹的速度 應該是CPI的數字會慢慢的往下掉 那目前我們這個數字是在4.7左右 那我相信呢 在新的季度應該很快的會下降到4左右 那我當然希望它降得越快越好 為什麼? 因為一旦這個降得越快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官方的利率 才有可能在比較快的速度去降下來 那第二個我們大家想知道 就說那第二個官方的一個review的時間是啥? 它是4月的10號 4月的10號 大概還要在 一個40幾天 40幾天 40幾天50天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快會被再review 所以這也是我們目前 目前很多人都在等的一個第二個機會 第二個機會 哎呦 帥哥回來了你好 對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去跟大家去及時報告一下 那所以說目前 我們想說的就是說 那紐西人到底這個央行到底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他就希望把這個通貨膨脹呢 降到1到3 1到3 1到3 那我們個人覺得這個目前 馬上實現的目標是不太可能 大概我們預估 評估值應該是第二個季度 可能會到3比較接近 就4以下3 這種可能就接近很多 所以應該都要到再過兩個季度 才有可能就是我們今年的Q3的時候 可能性比較大 那這個相對的一個代表是什麼? 相對的代表就是說 跟大家報告 相對代表就是說 在季度 第三個季度的時候 可能 可能紐西人的房價呢 會有更明顯的增長 那我在 我還是可能 我個人的觀察 我手上的listing其實不少 60到80間 新的啊 新開發的 最好 最貴的區啊 遠一點的啊 都有 那我們平均的市場反應是什麼? 就是比較謹慎 就是每一個買家都比較謹慎 所以相對的呢 相對的就是 出手慢 那有可能會掉一些機會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這裡 就是用最公開透明的態度 教大家怎麼去做 房產的買賣在紐西人 OK 好 那目前呢 下調的可能性其實是大家最關心的 下調的可能性是最關心的 但是 這個下調可能性最需要關注的是什麼? 最需要關注 反正是那種 三月結束 可能出來的一個 就所謂的CPI指數 CPI指數 就是Consumer Price Index 這是在 在這個第三月的季度完 這是為什麼 4月10號 他們會有個考慮點說 是不是要 維持 還是甚至降息的部分 這是為什麼 跟大家解釋一下理由的部分 那 那至於說 那至於說 現在他們這個 紐西蘭央行 所處的態度 是屬於說 只要升上去 我還是可以隨時升息的 所以他現在你說很哥嗎? 也不是很哥派 沒有那麼哥 但是他是完全跟著 紐西蘭的一個 所謂的國內 目前的經濟情況而說 好 那我們現在整個 Overall看一下 我們的前景的可能性是什麼 那目前 我覺得在紐西蘭的經濟呢 不是我覺得 基本的數據說的 不是我說的 目前紐西蘭的經濟 在於消費性的東西 其實是大件的消費性的 一些譬如說電腦 譬如說那些比較 額外的一些奢侈的東西 其實譬如說 Find Dining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明顯的降到 數據是完全下降的 很明顯的下降 很明顯的下降 那至於說 那至於這種說法的話 其實如果很多人 都不花錢 那為什麼紐西蘭的 這個所謂的CPI 不降那麼快呢? 因為我們其實 紐西蘭在去年 去年 去年正向人口 十二萬八千 還是十二萬五千 就這個數字 十二萬多 正向人口 就是進來的 減掉出去的 我們多了十二萬多人 那這是一個好事 但是也相對對 經濟的一個支撐點 造成了很大的支持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很需要去 觀察的 那今年呢 因為國家黨 也剛上台嘛 那很多優質 對於利息 對於所謂的 房價的鼓勵的方案 其實挺多的 很多很多 那舉一個例子嘛 七月一號 就是我們所謂的 明顯測試 就從十年改成兩年 低一點 這個可能就會讓很多 投資客呢 心動動 心癢癢 這是第一點 非常非常明顯 那在十月多的時候 我們這個所謂的 利息減免的部分 會從百分之五十 升回百分之二十 升回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這也是很好的 等於說 利息又可以扣角 越來越高 所以這兩個 是非常好的點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點 就是還有一個目前 他們一直在嘗試 嘗試通過的一個東西 就是法案 其實黨內其實有在 draft這個東西 但是呢 他們現在其實這個東西 是什麼 就是說 希望可以 以某一種合理的方式 去讓海外的買家 可以進來買東西 那這個是如果一旦通過 就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那目前可能還是需要 因為一點時間 跟跟跟跟跟 對跟溝通吧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所謂的 Winston Peter 就是第一檔的 第一檔 他不太願意 他挺討厭這個 所以是基本上 他把這個封掉了 好 那我們常常說 目前如果在於紐西蘭的話 如果純粹以投資的回報率 哪一種是最有回報度的呢 那我們要認真地講這個問題 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呢 這三年多前 我們開始做節目的時候 其實這個三年多的趨勢 有一件事很固定的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只要是你的地 稍微合理的大 那那我們講 基本上合理的大是什麼 大概給個概念 如果你的地是700以上 或700以上 這種在目前的情況 都算比較合理的開發地 比較算合理的開發地 那如果在800以上呢 只要你的水位到 到點上面 其實這一種 就属於專門受歡迎的 就是開發商 專門喜愛的這種開發用地 那目前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 目前比較特別的 就是所謂的這些 600多的開發地 就是水管到位的 就是有Wastwater跟 Stonewater這種 兩個開發很重要的 一個東西 都到位的話 這種小地 目前其實也是比較 要開始慢慢地受一點點歡迎 因為大型的開發商 覺得這個有肉吃 有一點湯喝 但是他又覺得 做一個案子 花一樣的時間 但為什麼我不賺多一點錢呢 所以這種 比較屬於中大型的開發商 對這種的一個意向呢 不是很強烈 那對於中小型的開發商 這種物件他們有想要 但又不想要 那等於說可有可無嘛 所以說這種物件呢 大概那600多 但是這種如果蓋一個 三個獨棟 其實也是不錯 600多除以三 對不對 200一個地 其實還是可以的喔 那這種這種賺錢的機會 是很明顯 一定是有的 但是只是說 這個區間 這個市場的玩的人 比較少 因為性價比 或者是說回報比 不是很高很高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稍微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我們也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不是開發商 也是可以看看啊 為什麼 因為這種東西 開發商可能會買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當然知道啊 那目前這個 我們做了三年 快四年的直播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趨勢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發現就是 有一些rural style 就是所謂一些野外風格 不是野外風格 那叫什麼 鄉村風格的這種物件 其實很多人買耶 很多很多人買 而且它的 嗯 怎麼說呢 它的買的人 種類蠻多的 因為呢 這種長 有點鄉村型的這種房型 基本上地都大一點喔 可能1000到5000 或者是2萬都有 那舉個例子啊 就最新消息啊 今天剛出的消息 今天剛出的消息 是有一個83萬買的 在幾年前啊 我看一下 83萬買的在 大概不到三年喔 不到三年的時間 他們多賣了50萬 多賣了50萬 這個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東西有時候 就很明顯的跟你說 地大 永遠都是對的 地大 永遠都是對的 但目前 透過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目前 因為在去年 1月底的時候 去年2023年 1月底的時候 有一些一個 有想很大的大雨嘛 造的 造成很多區的淹水 淹水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淹水的部分 所以大家考慮 如果買這種一些rural的地方 要看一下他們是不是在淹水區裡面 這個跟大家做個提醒 跟大家做個提醒 好 那目前我們 有這整個狀況 就是市場 市場裡面呢 其實什麼物件呢 特別好賣 我跟大家講 特別貴的 嗯 特別貴的 800萬以上的物件 非常少 800萬以上的物件 非常少 這種物件其實很多人要 對很多人要 我也不曉得怎麼有錢人 還是這麼有錢人 好像都沒有 沒有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在於這些高淨值的人士 買房人士 他們好像沒有受到什麼太多的影響 所以就是800萬以上物件 第一個非常少 第二個買家 不少 供需有點那麼的不平衡 在比較高單價的物件裡面 好 那我們回答一個客人問的問題 他直接問我 他說我只有一百萬 他就很謙虛的說我只有一百萬 應該怎麼做 怎麼樣的投資 我跟各位講一下 一百萬的投資 如果根據我 我 我用我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只有一個minion的 如果這個錢真的是閒置資金 閒置資金的話 一百萬 一百萬 我們現在在幫這個客人 也在找最好的方案 那一百萬如果是你的閒置資金 我說一百萬應該做什麼 那一百萬的話 我們個人會建議 我們個人會建議 當現在這個市場是最低點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敢說現在是最低點呢 因為已經退了三年了 已經降了三年 那我們敢說這目前這個市場 在這三到六個月 還是紐西蘭這四年以來最低最低的點 那一百萬的基礎 其實一百萬你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如果在這種所謂的蛋黃區 我們講這Epson啊 Ramirera Ponson B 這種比較貴的區 基本上一百萬 就買一個unibus 兩房的一個unibus 但是如果這一百萬拿去 稍微遠一些的區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可以甚至買到海景房 那甚至是就是很有潛意的開發地 那我覺得如果我會拿一百萬 我會做什麼 我們幫他做一些規劃 就說給他list幾個區 然後怎麼樣的房產 他去做個選擇 那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第一個 譬如說這個東西 如果你投一百萬 那你譬如說 或說Minson 我就一年想賺五萬到十萬 五萬到十萬 等於說我說 最好可以賺二十萬 那最差可以賺十五萬 就投報率七點五嘛 那這應該嫌淺 投報率七點五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了 甚至有更多的機會 那我們用這一百萬來做什麼 一百萬 我們就會選就是 譬如說 已在開發地旁邊的 有個大開發案的 我就舉個例子 這是目前正在 現在進行事 不是所謂歐北共的那一種 就是無中生有事 我們這一招叫現在進行事 那現在進行事 就是說這個 我們推薦的土地 可能說隔壁有個大開發案 對不對 大開發案 那你也知道這大開發案 想要蓋什麼 那當然 我們知道 才會去 才會去做調查 調查 我們知道他蓋什麼時候 我們跟他說 旁邊有地八百多 八百多 而且可能只賣八十來萬 八十來萬 那他們這種蓋完三房的 一棟就要賣你九十萬了 那我們八百多的地 八百多的地 現在就賣你八十幾萬 那你覺得這個物件就非常適合 雖然你有一百萬 你也不用花掉一百萬嗎 如果你花八九十萬 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 那花八九十萬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幫你想的部分 那為什麼說專業與不專業與否呢 真實的 真實的案例 剛剛發生 這個 這個也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也是一個觀眾朋友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他們也是聽了我們的意見 就不賣了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他真的沒有到那一步 需要賣它 那 對 我也蠻同意的 那我也跟他講說 我覺得是的 如果你這個本來是九十五 對不對 那你hold個一年可以一百零五 或一年一百零二 那你這樣想 一年的時間裡 你多賺七萬塊的一個可能性 那為什麼我們敢跟他這樣說呢 敢跟他這樣說 是有根據的 因為目前的 目前的 就算最差最差的情況之下 目前都漲1.5到2%的房價 1.5到2% 那我們 而且這個朋友的地呢 是corner side 對不對 corner side 獨立title 專訪瓦頂 400多 在高峰的時候 賣個112 甚至再高一點 120到130 都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 在這個時間也需要賣呢 不需要嘛 如果你幾個問題 我想問你 問你自己 幾個問題你問你自己 其實 這次我們做一個很專業顧問 在做房產顧問的時候 我們一直想問大家的 我說 你真的需要賣他嗎 第一個 你賣他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想想清楚理由 第二個 如果這個理由 讓你無法去拒絕它 那沒辦法 你必須要賣的時候 我們來找方案 我們來找方案 如果這個理由 沒有到你必須要賣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它放在 躺著賺錢呢 對不對 100萬的房子 代地的 可能喔 可能喔 你很有可能長到120 130的 非常有可能 我怎麼可能長20% 怎麼可能長30% 我就跟你說了 你今年放一年不行 你可能長10個點 你放到2026年 那不就是長20個點的嗎 或15個點 對不對 100萬長15個點 兩年躺著睡覺 你賺15個點 也非常好啊 是不是 所以我想跟我們觀眾朋友說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真的找不到足夠的理由說服你 請千萬一定不要浪費你自己的資源 浪費你的廣告費 浪費你的精神去想賣房子的事情 你可以跟我聊聊天啊 對不對 交個朋友沒問題 你不需要去 去去去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說 我想跟觀眾朋友講這個部分就是說 很多人就不願意去解釋說 為什麼 然後說這個時間好 這個時間好 都是騙子 全部都是騙子 我最討厭跟人家講這個時間好了 真的是 你憑哪一個毛跟人家講的根據是什麼 哎呀這個市場買氣開始回收啊 開始變好啊 我怎麼沒感覺變好咧 對不對 跟你講這些 跟你講這些話的人手上有幾個listing 我們做一個很公正的很公正的人 我們想跟你說的事情 我們是要賺錢對不對 我們做的是生意做的不是慈善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賺錢也要有賺錢的道對不對 這個道很重要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講 我實在是真的沒有看見 在目前如果你不需要出脫你的物業 那你就幹這個事情 請千萬不要 但是 但是 換一句話說回來 反一個角度來思考 現在只要你是有錢做一點點投資的朋友們 請千萬 趕快 張開 放大雙眼 努力去看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喔 我們有一個地 有塊地 這個是水管都到位的 在Mont Air 拍賣的時候呢 業主本來要120萬左右吧 拍 要120萬 就是他可能reserve在120 在拍賣的同時呢 直接降到110 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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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來投資 翻新的 開發商給到118萬 給到1 不 110 不是 100萬1800塊錢 差了大概2萬塊 差了大概8萬塊錢 但是我想跟各位講 像這種房子呢 如果他的污礦很好還不錯的話 基本上可以拍到110到120中間 就是因為他污礦很爛嘛 然後還要再翻新啊等等等 你可以在我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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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種情況就是說 這種投資就可以啊 因為 但是你知道 他們掙扎了越久 買的人 給的價格就越低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出來市場之後 但是我跟你講 各位 我跟各位講 這觀眾朋友你們聽一下 你們知道這個訊息 外面都沒有 外面 通通都沒有 都是我告訴你 而且是真實訊息 都可以跟你講 哪一間房間 哪一間房子 但外面不太想這樣講 是因為 他們可以用更多的一些套路 方式去跟你解釋 這個原本要130的 現在怎麼樣怎麼樣 拜託 拍賣的時候 110就願意走 怎麼跟你講成130 因為你不知道嘛 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可以跟你講 沒有問題 因為 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 讓你知道 知道 了解 還是要說一句話 不一定要買 不一定要賣 但是適合就出手 這是我想說的 適合就出手 來再舉一個最好的例子 昨天晚上我去見客人 見客人 然後這客人呢 是個淹水房 淹水房 淹水房就是在去年 一月底的時候淹水 淹到現在還沒修好 因為比較大件事 保險公司 已經賠了30萬 已經賠了30萬 現在打算要打官司 因為30萬可能修不好 OK 好 這種房子 如果它便宜賣的話 那就很可以了 為什麼 業主拿到了錢 業主拿到了錢 第二個 這個地還可以開發 但是 我話說回來 剛好我這個業主 又不缺錢 又不缺錢 他說老娘就耗著 老娘就耗著 跟他打打官司 我能多RA10萬是10萬 多A5萬是5萬 多A20萬是機會 對不對 人家動動兩三千 三四千 去賭那個三五萬 都可以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是業主 如果是業主 本身擁有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做 那你說他會賣嗎 他一定不會賣 那你說這種物件 你覺得你會拿到便宜嗎 肯定不會便宜 唯有什麼物件 你可能可能拿到便宜的 就是當賣家 有100% 絕對 或99% 絕對的理由 必須要賣的 那才會 撿到便宜 這個是很重要 那 新房呢 我跟各位講 你會越來越難 撿到便宜 為什麼 因為新房的人工變貴 材料 穩定的變貴 材料穩定的變貴 再講一次喔 新房為什麼不會變便宜 是因為材料穩定的變貴 人工穩定的變貴 很多地都是在兩年前買的 很多地都是兩年前買的 成本在這裡 然後東西一直漲漲漲 他本來買的就不便宜 你告訴我他怎麼 會往下賣便宜給你 不可能啊 這可能性真的很低啊 所以說如果你買新房的話 就要撿 撿便宜嘛 撿便宜 你就要有預算 要有預算 才有可能 去撿到最好的便宜 我們再講一個最 這個很多人是這樣子 很正常 我不能說什麼 但是 Vincent 打了電話 我就是要撿漏 我說可以啊 我也想撿啊對不對 但是多漏 那什麼漏 他都覺得 這個撿漏的過程 就是怎麼樣的價格 他都不覺得是最便宜的 那我能說什麼呢 因為 所以我常常說一件事 有時候 簡陋你需要對市場有認可 你的認知 就說我不行 就不買囉 對不起 沒錯 你就買不到囉 因為有些人如果他認定的價格 是比市場接受的價格 那就可以做成一個交易嘛 那為什麼很多人撿到便宜 我跟各位講 很多真正撿到便宜的 可能是沒有上市的 而且他又認可價值的 他又認可價值的 有些好的物件 基本上是屬於這種狀態 所以說我們跟各位就是一個建議啦 就是說在 當就是一百萬的預算的時候 我常常說一件事 如果一百萬預算 如果是普通人 當然就充一百萬啊 把你錢花掉對不對 那很多人是這樣 那我覺得如果你有一百萬 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你八十五萬也可以做到 為什麼你不用八十五萬 要用一百萬呢 這就是我說的 要幫你想嘛對不對 要幫你想這個事情 而不是幫你花錢 花錢我也可以啊 我也很厲害呢 對不對 花錢我敢說第二名 我找不到第一名了對不對 雖然沒有太多錢可以花 這就是我想說的點嘛 投資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這個 那我們常常說一件事 目前我們還是想跟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是這個 這個我們的朋友 就說一百萬的投資的話 如果你真的hold得住 就買一些地大的現金flow 不用太好了 沒有關係 因為很多是可以equity的成長 加上就是我們現在 新政府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很幫助這些 持有中大型的地的屋主啊 屋主 業主 有很好的一個漲幅 因為兩年就可以翻一次 兩年從7月1號開始 兩年如果翻個 漲20% 30% 你就賣掉就好 100變120幾 賣掉就好了啊 這個比你存錢還好 你存什麼 不用被人家套路的 我跟你講沒有 只有存土地 不會被人家套路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就看了很多人 被人家套路 什麼 哪個什麼金好 什麼基金好 什麼放好 沒有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 只有這個錢 在你的房子上面 這房子土地是你的 掛你的名字就是最好 明白沒有 我們再舉個例子 給大家聽 聽了你都很想打人的這種事情 各位請記住喔 各位請記住喔 紐西蘭是講法制的國家 對不對 講法制的國家 借錢 借錢 請黑字白字寫在合約上面 合約上面 Landing啊 借很多錢開發 這個黑字白字 行寫在上面 因為我們最近就有 就有幾個 就是幾個開發商 中槍 中了好幾槍 然後 被人家 我這樣講 被人家毒打了 還要抱人家大腿說謝謝 對不對 被人家毒打了 被人家砍了一筆 還要說人家說謝謝 你知道嗎 那種心裡的暗幹指數 簡直就是100% 但是為了要把這個貸款 secure 就是保住 它必須又要 又要接受這個很不合理的一個 rate 那 就是可能在一個月前 一個半月前即將到期的時候 人家說我們的handling feed 什麼feed可以收你兩個點 對不對 搞到最後 即將到期的時候 收你四個點 各位如果一千萬的話 就是 20萬變成40萬了 40萬只是因為你耍賤耍 不要臉耍白癡 然後搞到最後 到期的時候 對不對 到期人家可以設default 本來是default 它可能跟你寫20 25 對不對 但是這是問題 所以說如果你借錢 請把這些合約到最後的即將到期 請把合約呢 聚集鞋子上 用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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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們在不斷深入的這個行當裡面 我們發現很多水分的地方 那也更因為 越做 越順手 越做 越了解 越做 才發現坑原來在哪裡 才發現坑原來在哪裡 那 討論 跟各位講一下 討論 諮詢 不用收錢 不用收錢 你就當聊天 喝喝咖啡 不收你錢 但是請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目前我們發現 在整個 在整個 建築的行業裡面 除了 建房子 開地 借錢的 這些整個組織起來之外 還有很多時候 你要考慮到政府這個 申請的時間以外 政府的申請時間以外 不得太能控制 但是就是一般的六個月左右 那現在蓋房 因為所有的材料 人工都比較穩健 所以你可能大概九個月 都不需要 大概 你申請按 申請到開發 到蓋好 不是 就是蓋的 蓋的時間 蓋好的時間 大概 我估最多最多 六到七個月 可以全部搞定 以現在的情況 六到七個月 當然 你不要遇到新年 當然 你不要遇到 Christmas 對不對 那沒辦法 對不對 這個要想清楚 所以我常常說一件事情 就是 賣房子 搞開發 我們 不是最厲害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最厲害的人 正在受的傷害是什麼 各位有聽懂嗎 我們絕對不是最厲害的這些人 因為 我不是每天搞個幾 每個project搞個幾 五六百萬 一兩千萬 對不對 我不是那個人嘛 但是 因為我們常常跟這些 最厲害的人 聊天 溝通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人 到底的坑踩在哪裡 這就是最難的地方 踩坑 很多啊 是不是 那你需要 再踩一次嗎 不需要 所以我不想跟你講 如果你搞開發 對不對 搞開發的話 基本上就是很多小心的部分 步驟 很小心 那我們很快的 會在線下開課 因為有時候 我們線上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就公佈給大家看 我們線下會 做一些就是 譬如說 怎麼幫客人貸款啊 貸款什麼問題 不應該問啊 或者是貸款什麼管道啊 怎麼樣可以貸款啊 這個我們會開始開線下課程 我們三月份 會有第一個線下的課程 那這個線下課程 就一定不公開 在網路上面 因為 講的太現實 血淋淋啊 我們批判人 批判這個 不是人家 批判物件啊 太過於血淋淋的時候 我們會導致業主的 不適合不適應嘛 大家可以翻看 你看 這個大叔說 這個房子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他這樣批判完 是我們是沒什麼影響力了 但是如果被人家看到的話 我們又被人家說啊 對不對 我們也不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搞線下的 不好意思 真的只能搞線下 兄弟 我也很想搞線上批判會 但是 因為分析得太清楚的時候 我們就根據具體事實講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被人家打槍打到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房子是沒有缺點的 每一間房子都有缺點 對不對 每一間房子都有缺點 我們的任務就是把缺點跟你講啊 你才去思考嘛 我就說 你愛的這個人的缺陷你都接受了 他的好你肯定是接受的啊 你們看不到了唯一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缺點啊 因為美美的你們都看得見啊 哎呀這個皮膚白 這個大長腿 這個什麼 秀髮亮麗什麼 這個都是看得見的 但你要知道 這個身體不好啊 對不對 體弱多病啊 你也看不出來啊 跟買房子一樣 房子每一間都有問題可以挑 只是說我們的點怎麼看 但是所以說我們線下的這個活動 我們真的希望了 希望了 有機會大家來參觀 不是參觀 來來來出席 因為我們會邀請一些我們 講 我們就問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 啊Vincent你覺得這個房子怎麼樣 那我們就把資料調出來跟你分享 什麼時候買的市場安定怎麼樣 我們系統評估價是什麼 不要用一個系統 用三個系統 評估給你看 對不對 這個你才得到真正的所謂買價嘛 市場買價 你拿著我們的市場買價 真正的市場買價 再去做一些 再去做一些評估 那你有真正資料的根據 再去做評估的情況之下 你肯定心裡更有補啊 那我跟你講 外場的材料有沒有cafety 是不是 是不是plaster 然後是什麼情要 JMS Hardy 或者是現在 Skoda 什麼這些材料的東西 你懂嗎 不懂 那怎麼辦 問啊 對不對 所以就是 那這個區是不是淹水區 對不對 是不是淹水區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需要調什麼資料 你知道嗎 還在舉個更慘的例子 慘到阿媽都不認識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例子 身邊發生的人 來找我們諮詢 來找我們求救 我們真的是感受到 很多的無力感 那心裡幹到爆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給他錢嘛 那我想一個例子 真實案例 2016年其實在St.Lux 對面的公寓已經出事了 但是 first homebuyer 由於第一次買房子 又覺得這個價格合理 就yes yes yes 30幾萬 30 不到40萬 30幾萬 就同意了 就買了這房子 因為那時候業主先降價 但業主降價的原因 他簽了一些合約 簽了一些文件 是在 就是這個買家不知道的 買家不知道的 那加上第一次買房子嘛 他覺得價格便宜 無所謂 無所謂 今年2024年 今年2024年的4月份 這個CCC應該出來 因為這個官司從2016年 nonnonnon 他們2017年買的 又搞了6年 又搞了6年 重點來了 每一戶大家賠 只要 都只需要額外給36、7萬 額外只要給36、7萬 雖然很多錢喔 但是新的CV評估價 或是銀行的估價是90萬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用30來萬 買再給個30來萬 其實 如果新的評估價是90萬 你還是合一的 對不對 但是出事情喔 他們的 要給 這個Bodycode錢 竟然高達 56萬到57萬 中間 各位 56萬到57萬 中間喔 而且現在不能住進去喔 第一個 不能住進去 第二個 他現在已經給完 將近30幾萬 還要再加50 6、7萬 相對加起來 已經超過了90幾萬 最新 完全全新的估值 這就是踩坑 這就是被騙 這就是被忽悠 然後我們 跟他一打電話 唉唷 真的你懂 你懂那種事情嗎 你懂那種情況嗎 就是 就很想幫他 但是 坑是你踩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能給你的support 就是想辦法幫你做方案 賣掉 但是你知道嗎 沒有CCC 四月才拆腳手架 CCC都沒下來 要買的人 只能全款現金 哪一個 哪一個人 傻到房子沒買 先欠57萬呢 各位你明白我說 房子沒有CCC 拍賣還要先欠57萬 四個人都不會買吧 我覺得齁 我這樣講 那我不講例子 我沒有講例子喔 我真的沒講例子 我是沒講例子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各位 所以說 這個真的很無奈 你知道嗎 哇 已經搞掉 首次購物買家 然後已經搞了快三十幾萬 然後 又還要被搞個五十六七萬 唉唷 我真的是聽到這個案子之後 我覺得這是很難很難很難 很難很難的 所以我說各位就是真的 我覺得紐西亞買房子 其實紐西亞是一個很守法制的國家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根有據 但是我覺得目前 我以我們華人的姿態跟狀態 我覺得 以和為貴 不是錯的 但是 做好人 還被欺負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做好人 還被欺負 這是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因為貪小便宜 因為貪小便宜 而被騙 那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我說 在我們這裡 在我這裡 我就覺得說 我真的很希望跟你 真的就是很希望跟你講清楚 說明白 然後 讓你去做最適合的選擇 即使我剛剛 其實這陣子我剛剛 登了一個廣告 我說這個房子 我剛剛在我臉書上登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房子就是在 最好的校區 最好的公園旁邊 50多平方米 還帶一個車棚 還帶一個車棚 14萬5千塊錢 14萬5千塊 這個物件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然後目前這個是屬於 leasehold的狀態 一年只要8千塊錢 那我們有買家 一衝來就給我無條件 10萬 不要懷疑喔 一衝來就 Vincent我就要買他了 10萬 我跟他說 你要不要聽聽你律師怎麼說 聽聽你律師怎麼說 你知道人家律師怎麼樣嗎 哎呀不跟你講啦 你這個買什麼 leasehold就是死定了 喔你媽 就是死定了 怎麼樣 白癡買 leasehold啊 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你要慢慢怎麼樣 是我叫他找律師 找他的律師 那我們要跟你講啊對不對 因為你要買 那你要跳之前 你要先想清楚 因為這個50幾平方米 帶一個車棚 就在 就在那個 斗面旁邊 地點非常好 是個陽光 是個corner site 那我已經貼到Facebook上面 那這個是 地租是8千塊 其實如果以現在的 現在這樣看起來 其實還是挺划算 但是我說的嘛 他2026年尾 就是到期 他可能新的租約 新的土地租約會出來 可能會漲到 不知道 兩萬多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真的多少錢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跟他講的嘛 對不對 可能不知道可能漲到兩萬多 如果兩萬多你可不可以 退一萬步來講 差不多的物件 同一樣的物件 就是有一個 帶一個車位的 帶一個 50幾平方米的 角落的這種房子 如果是Freehold的 業主擁有產權的 Freehold的這種東西 大概要個 八十幾萬 九十萬 跑不掉 賣你十萬塊錢 對不對 那你付寫地稅 其實也是可以的 講真的 你評估起來 我的標題就下了 標題檔 我就說 沒有錢的最佳選擇 沒有錢的最完美地段 沒有錢就可以住到夢想中的房子 人家還新裝修的 對不對 十萬塊錢 但你要付地租 沒錯嘛 這個不好 當然不好 因為地不是你的 但你給十萬 對不對 開價十四萬 你給十萬 所以我說 各位 看事情 如果 我那時候說 好啊 你直接簽五條件 我跟你講 房子我就賣掉了 我就賣掉了 但我跟他講 找律師喔 你可能我不確定的事情喔 對不對 我講呢 如果 對不對 人家那麼信我 開一個半小時的車來找我 如果我今天衰一點 我就跟他說 你就簽唄 人家就買到了 所以 有時候你要這樣說啊 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 找一個你可以信任的 我只是想這樣講 這是我覺得 目前我遇到 聽到很多 我在幫忙處理的這些案件啊 我都變成專業的consultant了 你知道嗎 搞到我就覺得 就很想講髒話 怎麼會有這麼多 你知道各位 你買一套房子啊 就是不管你買哪一套 你買自己住的啊 或是買投資的 誰賺錢容易啊 對不對 誰賺錢容易啊 每個錢都難賺的要死 對不對 現在這種社會這種時代 對不對 所以很不容易啊 所以就在買房之前 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還有 我更討厭更討厭更討厭的一個人 不是人 對這個人 你這樣講不好 我很討厭很討厭很討厭 就是說老子做了 不是我這樣說 我跟你講我聽到很多東西這樣說 以老賣老 我想講髒話 對不起 我最近就遇到這種以老賣老 我想揍他 你知道我住了二十幾年喔 我跟你講 你住二十幾年怎麼一樣 你住二十幾年賣幾套房子 一百套 是不是 還是五套還是十套 做的年數長短 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的經驗 誠實度 我們本身也被騙過啊 喝個茶買一套房子 你們看過 喝個茶買一套房子 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你不要懷疑 喝個茶買一套房子 一個茶多少 喝份茶多少錢 八十塊一百塊 我讓你吃鮑魚 吃龍蝦三百塊 買一套房子 就是有這麼不要臉的人 你不要懷疑 而且是老一輩 都是這樣騙 真的就是用騙的 怎麼可能不下個 不下個條約 條款 直接下五條件 喝完茶下五條件 對不對 這就是我想說的嘛 各位 老一輩的 有相熟的朋友 很好 但一定要多問 好不好 問一下 你不行問一下 你給你朋友賣也可以啊 我也不用跟你搶啊 我不會跟你搶的 我也不會跟你朋友搶 問一下嘛 對不對 搞到 真的是 對不起又講髒話了 這是公共地方 但受不了你知道嗎 講這種爛事 因為我們最近解決的爛事太多 遇到人家遇到的爛事多到 很想講髒 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沒有品 這麼不要臉的 對不對 真的是不好意思 用來發洩 真的是 講一下利率 利率 各位講一下最近的 我們每天 每一週就跟大家講一下利率的問題 利率現在 最好的又降了一點點 一年的 一年的跟六個月 現在就降到6.89 這Special Rate 一年的就降到6.89 六個月也降到6.89 是最新最新的 他們又降了一點點下來 那平常你在外面看到的利率 可能 是7.35 或者是7.39 但是其實現在最低最低的利率 至少可以拿到6.89 如果你最近又遇到 要借錢的 就是記得一下 我跟你講這數據你拿不到 我隨便幫你找一個我身邊的都可以給你 不要說一定要找誰 但是我們 拿不到6.89 六個月或一年的 你跟我講 我可以幫你介紹 給你這個匯率的人 所以說整個平均下來 整個平均下來 現在 一般就是做 一般就是固定做六個月或一年 那我個人是 我會prefine拿六個月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它會降 但是降 我覺得六個月不會降很多 但我還是去六個月 反正都已經 都已經上了賊船了 我會做六個月 因為我三月也到期了 對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 這是謝謝今天你們看 看這個節目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以為我覺得 應該不會有這麼多 這麼不要臉 這麼多沒有道德 這麼多沒有底線的人 在做這樣的事情 當我後來處理越來越多 各位真的喔 當我處理越來越多案件的時候 我才發現 又想講這張話 怎麼會有這麼多道德無底線 然後純粹用騙的 真的呢 算了 講這個我就激動 這道德無底線 然後純粹想用騙 而且還騙你認識的 還騙你喝茶 不是騙你喝茶 帶你去喝茶 去宰你的 就沒必要 沒意思你知道嗎 沒意思沒必要 就是因為人家相信你 才更應該照顧好人家嗎 我覺得是這樣啊 不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人家相信你還宰人家呢 我就沒有明白 算了 反正就是 作為一個想要從業 我還是跟大家講到最後啦 我說不管你是 或者是你們也想進入這一行 我覺得 這一行有很多機會 當然可以賺不少錢 當然可以賺不少錢 那看能力 看你表現 看你的努力 但是我還是想說就是 這個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職業 它是個事業 是一個事業 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業 那我們就當一個很 很忠心的事業來做 所以我們想跟你們講的 就是說 如果你們也來從事這一行 其實就把它用心 當事業來做 因為一旦你用心去對 你的客人 對你的買家 我相信這個回饋 可能不會馬上有 但是一定是相對會回來的 我就可以明顯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就是說 如果你們是想從事這一行 非常歡迎 競爭很好 好不好 這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想學一點 也可以來找我 我可以教你們的 因為這一行其實不是所謂的一個短期的 它是屬於一個長期的一個 一個交灌 就像種樹一樣 好不好 這是我最會想說的 因為最近好像蠻多人問我說 中介這行 那我們到時候錄一集 跟大家講 好不好 OK啦 我覺得 104集今天 其實讓我發現了很多 因為 我其實這陣子 就處理很多這些客人的事情 觀眾的事情 那也謝謝你們 願意敞開新聞來找我 也謝謝你們介紹客人 朋友來問我這些資源 問題 那還是回到最簡單的一點 就是如果我不懂的 我會去諮詢律師 不用你出錢 不用你出錢 因為我也會跟我做很多的 比較多的 比較好的律師嘛 跟我們比較熟的 我去諮詢他們 他們不會收我錢 如果你也不想付錢 給你律師的話 沒問題好不好 我們可以盡量去幫你 那 對 好不好 那謝謝你們的時間 真的謝謝 那我們就是 還是很用心的在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如果有不夠完善的地方 再研究再討論好不好 謝謝大家了 OK 拜拜